米局長、袁處長 我有兩個問題想問的 首先想提醒米局長 因為我們立法會的文件是相遇的 因為現場有些蒲文記者和蒲國顧問 他們是... 麻煩你 第一個問題我想追問 吳國昌講到 有關的土地都是希望回應我們澳門人的訴求 我想問你 即是你上任之後 你有什麼數據或者統計 究竟我們澳門人現時單身和家庭在珠海住的 是因我們澳門沒有屋住 被迫住在上面住 這個時候是最好的 因為最近國內的政策令到很多人傍傲 我自己都收到很多 我都不知道原來他搬家已經搬到珠海住了 希望呢 阿米局長 不知道你今天有沒有 如果沒有呢 可以補回給我們 因為事實上 2013年 我記得當時特區政府推一千九百幾間屋 有四萬人報名的 那這次呢 四月份到期的時候 不知道有多少了 那第二樣東西呢 想問 因此來說 在澳門 特區政府手上 有多少土地 是可以拿出來 給有關當局去建 經濟房屋 給我們澳門市民 有多少土地 你手頭上 有沒有建議給行政將官 你知道有多少土地是可以拿出來 和滿足到多少 多少房屋 是這麼簡單 麻煩 請蘇家豪議員 請蘇家豪議員 多謝主席 各位同事官員 五安 我想跟進回 請蘇家豪議員